来,这是Vivo全新一代的旗舰手机 Vivo X95G 也是Vivo第一部配备 1英寸菜式镜头的手机 是口袋里的专业摄影 爱拍照摄影的你 哪里可以错过咧 它的外观方面 跟上一代有明显的不同 这次采用了全新的外观风格 感觉更加整洁优雅 圆形的相机放在了偏左的位置 右侧则是闪光灯和菜式小蓝表 再往下一点就是 金属条内印着一些字 整体外观的辨识度很高 而且这颜色我也蛮喜欢的 很年轻化 拿上手的感觉也不错 重约200g 厚8.48mm 正面Vivo X90采用6.78寸FHD Plus AMOLED 3D曲面屏 支持120Hz双心率HDR10 Plus 还支持2160Hz高频PWM调光 SGS无拖影认证 低蓝光认证 以及低频闪认证 顾眼又清晰 首号相机Vivo X90拥有后置三色 分别是50MB超大底主色 12MB人像 以及12MB超广角 前置呢 就有32MB自拍镜头 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一样 但是因为它搭载了新的V2芯片 它预行新一代降噪算法 以及提高低光下的性能 加上后置镜头都达到菜式梯度母认证标准 当你在逆光或夜间拍摄时 效果非常好 颜色很鲜明 细节也更好 同时改进了Super Night V6 3.0 算法 和新的曝光策略 可实现更好的低光4K视频拍摄 配置上Vivo X90搭载了MediaTap Dimensity 9200 5G处理器 最高12GB RAM加256GB ROM 4810MB电池 支持120W有线闪虫 50W无线闪虫 Exo线性马达 立体声双扬声器 闪虫麦克风 以及超大面积VC夜冷散热系统 运行基于Android 13的Funtouch OS 13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你们的看法 我是Apple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